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妈妈 今年86岁了 她是一个教书先生 她不信这个 跟她说嘛 她就信马来主义那套 我跟她说 叫她好好地念佛 念佛就给她 她说念了我口干是个灶的 那你要问什么呢 我就是说要怎么样 才去敢发老人 叫她要好好地念佛 从你的行为做起 把你的个性改变了 变成温文儒雅谦卑千功 对母亲更好 让她感觉学佛 是有这个好处的 如果你一意地跟她对杠 互看不顺眼 那么你脾气也不改 或者是常常发脾气 她也就是说 你看学佛的也不过如此吧 跟我们没什么两样 而且比我们更糟糕 从你本身先改变 让她在这半年内 有感觉到说 哇 我这个女儿 师父以后大转变 你看现在对我好 又记得我的生日 时时刻刻买一些 我喜欢的衣服啦 水果啦 你看不错 从你自己先改变 那你一下子要度她 她如果没有那个跟 你哪有办法 她就是心疼我这个女儿嘛 她说我们从德阳开车到 县主是要开两个半小时 她觉得我太辛苦了嘛 家里面请保姆 还到那里去做一依工 她也说我嘛 她就我每次都跟她好好的说 我叫她到寺院 跟我开车 送她到寺院 叫她来她都不来 没关系 先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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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尽奋 度众随缘 但是她现在也不反对了 谢谢师父 那不反对就是 你如果能够改变你自己会更好 刚刚我讲的这个诚恳的态度 先改变你自己这个会更好 你看学佛的人 态度口气呀贪嗔都没有了 千万不要在 从此以后不要在你妈妈面前 跟她对嘴 或者是对杠 我们都是很孝顺的 是的是的 就这样就行 慢慢慢慢的 跟妈妈我啊 给你请一个法师的光盘 给你看几句 对不对 那你妈妈是教书的吗 教书的 那就拿那个台湾大学 她喜欢听歌 把这个符歌给她放 这个还好听 好好听 是的是的 八十六岁了 如果再不学佛来不及了 她身体很棒 白白胖胖的 身体很棒 尽己知力 有的一辈子跟佛没言 那谁也没办法 释迦牟尼佛 佛不度无言人 那你再怎么样都没办法 尽力就好 好 行了 没事吧 好